每天100秒,带你看两会 3月5日,13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开幕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做政府工作报告 报告提出,今年的GDP增长目标是5.5%左右 发外委主任何立峰介绍 过去一年,中国经济竞争达到13万亿元 创下历史新纲 今年有信心完成这个目标 报告中有很多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内容 例如,三岁以下婴儿的照护费纳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 居民医疗保险,人均财政补贴的标准再提高30元 要求严厉打击管卖妇女儿童犯罪的行为 今天还举行了首场部长通道 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表示 有能力保证14亿多人每天到点吃饭,不饿肚子 饭碗越端越稳,越吃越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网络热搜 产假成为当天的热词 根据中心网报道 全国政协委员谢文敏建议 强制男性陪同妇女休产假 他还建议对生育孩子的家庭按月发放补贴 就业也是焦点 全国人大代表张青海建议 鼓励年轻人少去送外卖,多去工厂 他说年轻人不愿意去工厂上班 导致产业工人空心化现象严重 明天各个代表团将继续举行小组会议 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你对两会有什么想说的 请继续给我们留言 我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